大家好,这里是乡村你我他 在我们村有一条这样的街道 名字叫小短街 为什么要叫它小短街呢 因为这条街道非常的迷你 一共只有两三户的人家 但是这条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许多人都不敢轻易的靠近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咱今天就一块去看一下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村里的小短街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条街上一共没有几户人家 那是什么呀 那是一个神龛 里边供奉了一只没有下巴的狮子 他为啥没有下巴 说到他没有下巴 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传说 这也是许多人不敢轻易靠近的原因 听老人说 这只石狮每到晚上就会四处走动 有一次他和林泉市的一只石狮相约到河北大名府的一个油房里去偷油喝 天长地久被那个油房的老板发现了 就用那个利斧把他的这个下巴砍了下了 林泉市的那个石狮被打断了前腿 现在在林泉市庙门前的右边那只石狮 他的左前腿还没有人给他安上 如果朋友们到林泉市去的话可以看一下 他还真没有下巴 自从他被砍去了下巴 就再也不敢擅自外出了 老老实实地站在了这个小短街和大北街的丁字路口 为老百姓看家护院 这虽然只是一个神秘的传说 但是一般人尤其是在晚上 还是不敢轻易靠近这只狮子 好了 今天关于小短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朋友们在评论下方留言讨论 明天见